诗篇第126篇 诗篇第127篇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你们清晨早起 夜晚安歇 吃劳碌得来的饭 本是枉然 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 必叫他安然睡觉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 是他所给的赏赐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 好像永世手中的剑 剑带充满的人 便为有福 他们在城门口 和仇敌说话的时候 必不至于羞愧 诗篇第128篇 凡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道的人 便为有福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 你要享福 事情顺利 你妻子在你的内室 好像多结果汁的葡萄树 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 好像橄榄栽子 看啊 敬畏耶和华的人 必要这样蒙福 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 愿你一生一世 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诗篇第129篇 以色列当说 从我幼年以来 敌人屡次苦害我 从我幼年以来 敌人屡次苦害我 却没有胜了我 如同浮离的 在我背上浮离而跟 根的梨沟甚长 耶和华是公义的 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 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 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 未长成而枯干 收割的不够一把 捆合的也不满怀 过路的也不说 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 我们奉耶和华的名 给你们祝福 诗篇第130篇 耶和华 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主啊 求你听我的声音 愿你侧额听我恳求的声音 主耶和华 你若纠察罪孽 谁能站得住呢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 要叫人敬畏你 我等候耶和华 我的心等候 我也仰望他的话 我的心等候主 胜于首夜的等候天亮 胜于首夜的等候天亮 以色列啊 你当仰望耶和华 因他有慈爱 有丰盛的救恩 他必救赎以色列 脱离一切的罪孽 真言第28章 恶人虽无人追赶 也逃跑 义人却胆壮像狮子 邦国因有罪过 君王就多更换 因有聪明知识的人 国必长存 穷人欺压贫民 好像暴雨冲没粮食 唯弃律法的夸奖恶人 遵守律法的 却与恶人相争 坏人不明白公义 唯有寻求耶和华的 无不明白 行为纯正的穷乏人 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 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 与贪食人作伴的 却羞辱其父 人以厚利加增财物 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 转耳不听律法的 他的祈祷也为可增 诱惑正知人行恶道的 必掉在自己的坑里 唯有完全人 必承受福分 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 但聪明的贫穷人 能将他查透 一人得志有大荣耀 恶人兴起 人就躲藏 遮掩自己罪过的 必不亨通 承认离弃罪过的 必蒙连续 长存敬畏的 便为有福 心存刚硬的 必陷在祸患里 暴虐的君王 挟制贫民 好像吼叫的狮子 觅食的熊 无知的君 多行暴虐 以贪财为可恨的 必年长日久 背负流人血之罪的 必往坑里奔跑 谁也不可拦阻他 行动正直的 必蒙拯救 行事弯曲的 历史跌倒 耕种自己田地的 必得宝石 追随虚幅的 足受穷罚 诚实人必多得福 想要急速发财的 不免受罚 看人的情面 乃为不好 人因一块饼 枉法 也为不好 人有恶眼 想要急速发财 却不知穷罚 必临到他身 责备人的 后来蒙人喜悦 多于那用舌头 谄媚人的 偷窃父母的 说这不是罪 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 心中贪婪的 挑起争端 倚靠耶和华的 必得风欲 心中自视的 便是愚昧人 凭智慧行事的 必蒙拯救 周济贫穷的 不治缺乏 扬违不见的 必多受咒诅 恶人兴起 人就躲藏 恶人败亡 亦人增多 诗篇 第131篇 耶和华 我的心不狂傲 我的眼不高大 重大和测不透的事 我也不敢行 我的心平稳安静 好像断过奶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中 我的心在我里面 真像断过奶的孩子 以色列 你当仰望 耶和华 从今时 直到永远 诗篇 第132篇 耶和华 求你纪念大卫 所受的一切苦难 他怎样向 耶和华 启示 向雅各的 大能者 许愿 说 我必不进 我的帐幕 也不上 我的床塔 我不容 我的眼睛 睡觉 也不容 我的眼目 打盹 只等我 为耶和华 寻得所在 为雅各的 大能者 寻得居所 我们听说 约柜 在依法他 我们在 激烈耶灵 就寻见了 我们要 进他的居所 在他脚凳前 下拜 耶和华 求你兴起 和你有能力的 约柜 同入安息之所 愿你的祭司 披上公义 愿你的圣民 欢呼 求你 因你仆人 大卫的缘故 不要厌弃 你的受高者 耶和华 向大卫 凭诚实 起了誓 必不反复 说 我要使你所生的 坐在你的宝座上 你的众子 若守我的约 和我所教训 他们的法度 他们的子孙 必永远 坐在你的宝座上 因为 耶和华 拣选了西安 愿意当作 自己的居所 说 这是我永远 安息之所 我要 我要住在这里 因为 是我所愿意的 我要 使其中的 粮食丰满 使其中的 穷人 饱足 我要 使祭司 披上 救恩 圣民 大声 欢呼 我要 叫大卫的脚 在那里 发声 我 为我的受高者 预备 名灯 我要 使祂的仇敌 披上 羞耻 但祂的冠冕 要在头上 发光 诗篇 第133篇 看啊 弟兄 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这好比 那贵重的油 浇在亚伦的头上 流到胡须 又流到 祂的衣精 又好比 黑门的甘露 降在西安山 因为在那里 有耶和华 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诗篇 第134篇 耶和华的仆人 夜间站在 耶和华殿中的 你们当 称额 你们当 向圣所举手 称额 耶和华 愿造天地的 耶和华 从西安赐福 给你们 诗篇 第135篇 你们要赞美 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 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的仆人 站在 耶和华殿中 站在我们 神殿院中的 你们要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 耶和华 耶和华 本为善 要歌颂 他的名 因为 这是美好的 耶和华 拣选 拣选雅各 归自己 拣选 以色列 特做自己的 子民 原来 我知道 耶和华 伟大 也知道 我们的 主超乎 万神之上 耶和华 在天上 在地下 在海中 在一切的 深处 都随自己的 意志而行 他使云雾 从地极 上腾 照电 水雨 而散 从府库中 带出风来 他将埃及 投身的 连人 带身序 都击杀了 埃及啊 他施行 神迹 骑士 在你当中 在法老 和他一切 臣仆身上 他击杀 许多的民 又杀戮 大能的王 就是亚摩利王 西红 和八三王 鄂 并加难 一切的国王 将他们的地 赏赐他的百姓 以色列为业 耶和华 你的名 存到永远 耶和华 你可纪念的名 存到万代 耶和华 要为他的百姓 申冤 为他的仆人 后悔 外邦的偶像 是金的 赢的 是人手 所造的 有口 却不能言 有眼 却不能看 有耳 却不能听 口中 也没有气息 造他的 要和他一样 凡靠他的 也要如此 以色列家 你们要称颂 耶和华 亚伦家 你们要称颂 耶和华 利未家 你们要称颂 耶和华 你们敬畏 耶和华的 要称颂 耶和华 住在耶路撒冷的 耶和华 该从西安 受称颂 你们要赞美 耶和华 真言 第二十九章 人屡自受责罚 仍然应着景象 他必 轻刻败坏 无法可治 一人增多 民就喜乐 恶人掌权 民就叹息 爱慕 智慧的 使父亲喜乐 与妓女结交的 却浪费钱财 王界公平 使国坚定 索要贿赂 使国清败 谄媚 临舍的 就是舍网罗 扮他的脚 恶人犯罪 自现网罗 唯独一人 欢呼喜乐 一人知道查明 穷人的案 恶人没有聪明 就不得而知 谢曼人 商货通成 智慧人 只惜重怒 智慧人 与愚望人 相争 或怒或笑 总不能使他 只惜 号流人 写的 恨恶 完全人 索取 正直人 的 性命 愚望人 怒气全发 智慧人 忍气寒怒 君王 若听谎言 他一切臣仆 都是奸恶 贫穷人 强暴人 在世相遇 他们的眼目 都蒙耶和华光照 君王 凭诚实 判断穷人 他的国位 必永远 坚立 仗打和责备 能加增智慧 放纵的儿子 使母亲羞愧 恶人 加多 过犯 也加多 一人 必看见 他们跌倒 管教 你的儿子 他就 使你得 安息 也必 使你 心里 喜乐 没有 异象 民就 放肆 唯 遵守 律法 的 便 为 有福 只用 言语 仆人 不肯受管教 他虽然明白 也不留意 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人将仆人从小交养 这仆人终究必成了他的儿子 好气的人挑起争端 暴怒的人多多犯罪 人的高傲 必使他背下 心里谦逊的 必得尊荣 人与盗贼分赃 只恨恶自己的性命 他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 却不言语 惧怕人的陷入网罗 唯有依靠 唯有依靠耶和华的 必得安稳 求王恩的人多 定人事 乃在耶和华 唯非作歹的 被一人增贤 行事正直的 被恶人增悟 诗篇 第136篇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独行大骑士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用智慧照天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造成大光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日头管白昼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月亮星树管黑夜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人 从他们中间出来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施展大人的手 和伸出来的绑壁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分裂红海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 推翻在红海里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 行走旷野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杀戮有名的君王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红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又杀巴山王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将他们的地赐他的百姓为业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诗篇 第137篇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响西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 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 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 我若忘记你 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纪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堂 耶路撒冷招烂的日子 以东人说 拆毁 拆毁 只拆到根基 耶和华 求你纪念这仇 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 报复你 向你带我们的 那人便为有福 拿你的婴孩 摔在磐石上的 那人便为有福 诗篇 第138篇 我要一心称谢你 在诸神面前歌颂你 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 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 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 过于你所应许的 我呼求的日子 你就应允我 鼓励我 使我心里有能力 耶和华 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 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 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 因耶和华大有荣耀 耶和华虽高 仍看顾低微的人 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 我虽行在患难中 你必将我救活 我的仇敌发露 你必伸手抵挡他们 你的右手也必救我 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耶和华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 诗篇 第一百三十九篇 耶和华 你已经见察我 认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 我躺卧 你都细查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 我舌头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 是我不能测的 至高 是我不能急的 我往哪里去 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 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 你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塔 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 飞到海极居住 就是在那里 你的手 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 也必扶持我 我若说 黑暗必定遮蔽我 我周围的亮光 必成为黑夜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 使你不见 黑夜却如白昼发亮 黑暗和光明 在你看都是一样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腹避我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 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 我的形体并不像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我若数点 比海沙更多 我睡醒的时候 仍和你同在 神啊 你必要杀戮恶人 所以 你们耗流人血的 离开我去吧 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 你的仇敌也望称你的名 耶和华 恨恶你的 我岂不恨恶他们吗 攻击你的 我岂不振贤他们吗 我切切地恨恶他们 以他们为仇敌 神啊 求你见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诗篇 第一百四十篇 耶和华 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 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 他们心中图谋奸恶 常常聚集要征战 他们使舌头尖利如舌 嘴里有回舌的毒气 希拉 耶和华 求你拯救我脱离恶人的手 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 他们图谋推我跌倒 骄傲人为我暗设网络和绳索 他们在路旁铺下网 设下圈套 希拉 我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神 耶和华 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 主耶和华 我救恩的力量啊 在征战的日子 你遮蔽了我的头 耶和华 求你不要随恶人的心愿 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 恐怕他们至高 希拉 至于那些昂首围困我的人 愿他们嘴唇的奸恶 陷害自己 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 愿他们被丢在火中 抛在深坑里 不能再起来 说恶言的人在地上必坚立不住 祸患必掠取强暴的人 将他打倒 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申冤 必为穷乏人辩屈 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 甚至人必住在你面前 真言第三十章 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真言 这人对仪铁和乌甲说 我比众人更蠢笨 也没有人的聪明 我没有学好智慧 也不认识至圣者 谁升天又降下来 谁飓风在掌握中 谁包水在衣服里 谁立定地的四级 他名叫什么 他儿子名叫什么 你知道吗 神的言语 句句都是炼净的 投靠他的 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 恐怕他责备你 你就显为说谎言的 我求你两件事 在我为死之先 不要不赐给我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使我也不贫穷 也不富足 赐给我虚用的饮食 恐怕我饱足不认你 说耶和华是谁呢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 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你不要向主人缠绑仆人 恐怕他咒诅你 你便算为有罪 有一宗人 咒诅父亲 不给母亲祝福 有一宗人 自以为清洁 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 有一宗人 眼目何其高傲 眼皮也是高举 有一宗人 牙如箭 齿如刀 咬吞灭地上的困苦人 和世间的穷乏人 马皇有两个女儿 常说 给呀 给呀 有三样不知足的 连不说够的 共有四样 就是阴间和食胎 进水不足的地 并火 细小父亲 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 他的眼睛 必为谷中的乌鸦 啄出来 为鹰除所吃 我所测不透的奇妙 有三样 连我所不知道的 共有四样 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 蛇在磐石上爬的道 船在海中行的道 男与女交合的道 淫妇的道也是这样 他吃了把嘴一擦 就说 我没有行恶 使地震动的有三样 连地担不起的 共有四样 就是仆人做王 鱼丸人吃饱 丑恶的女子出嫁 婢女皆续竹母 地上有四样小物 却甚聪明 蚂蚁是无力之类 却在夏天预备粮食 沙帆是软弱之类 却在磐石中造房 蝗虫没有君王 却分队而出 手工用爪抓强 却住在王宫 步行威武的有三样 连行走威武的 共有四样 就是 狮子乃百兽中最为猛烈 无所躲避的 猎狗 攻山羊 和无人能敌的君王 你若行事于完 自高自傲 或是怀了恶念 就当用手无口 咬牛奶必成奶油 扭鼻子必出血 照样激动怒气 必起争端 诗篇第146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的心哪 你要赞美耶和华 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 我还活的时候 要歌颂我的神 你们不要依靠君王 不要依靠世人 他一点不能帮助 他的气一断 就归回尘土 他所打算的 当日就消灭了 以雅各的神为帮助 仰望耶和华他神的 这人便为有福 耶和华照天地海 和其中的万物 他守诚实 直到永远 他为受蛆的身冤 是食物与饥饿的 耶和华释放被囚的 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 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 耶和华喜爱义人 耶和华保护寄居的 扶持孤儿和寡妇 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 耶和华要做王 直到永远 西安啊 你的神要做王 直到万代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 第147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应歌颂我们的神 为善为美 赞美的话是何疑的 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 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 他医好伤心的人 裹好他们的伤处 他数点心术的树木 一一称他的名 我们的主伟大 最有能力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耶和华扶持谦卑人 将恶人倾覆于地 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 用情向我们的神歌颂 他用云遮天 为地降雨 使草生长在山上 他赤食给走兽和提叫的小乌鸦 他不喜悦马的力大 不喜爱人的腿快 耶和华喜爱敬畏他 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耶路撒冷啊 你要颂赞耶和华 西安啊 你要赞美你的神 因为他兼顾了你的门栓 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 他使你静泪平安 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 他发命在地 他的话搬行最快 他降血如羊毛 洒霜如炉灰 他自下冰雹如碎渣 他发出寒冷 谁能当得起呢 他一出令 这些旧兜消化 他使风刮起 随便流动 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 将他的律力 典章指示以色列 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 至于他的典章 他们向来没有知道 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 第148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从天上赞美耶和华 在高处赞美他 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 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 日头 月亮 你们要赞美他 放光的星数 你们都要赞美他 天上的天 和天上的水 你们都要赞美他 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 因他一吩咐 便都造成 他将这些立定 直到永永远远 他定了命 不能废去 所有在地上的 大鱼和一切生羊 火与冰雹 雪和雾气 成就他命的狂风 大山和小山 结果的树木 和一切香薄树 野兽和一切生序 昆虫和飞鸟 世上的君王和万民 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 少年人和处女 老年人和孩童 都当赞美 耶和华 愿这些都赞美 耶和华的名 因为独有他的名 被尊崇 他的荣耀 在天地之上 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 因此他一切 圣明以色列人 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 都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 耶和华 诗篇 第149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向耶和华唱新歌 在圣明的会中赞美他 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 愿西安的民 因他们的王快乐 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民 几鼓弹琴歌颂他 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 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 愿圣明应所得的荣耀高兴 愿他们在床上欢呼 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 手里有两刀 为要报复列邦 刑罚万民 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 用铁辽锁他们的大臣 要在他们身上 施行所记录的审判 他的圣明都有这荣耀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一百五十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神的圣所赞美他 在他显能力的穷仓赞美他 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 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 要用脚声赞美他 鼓舍弹琴赞美他 击鼓跳舞赞美他 用丝弦的乐器和消的声音赞美他 用大响的波赞美他 用高声的波赞美他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真言第三十一章 利木伊勒王的言语 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真言 我的儿啊 我父中生的儿啊 我许愿得的儿啊 我当怎样教训你呢 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 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 利木伊勒呀 君王喝酒 君王喝酒 不相宜 王子说 农酒在那里 也不相宜 恐怕喝了就忘记 律力颠倒一切 困苦人的是非 可以把农酒给江王的人喝 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 让她喝了就忘记 她的贫穷 不再纪念她的苦楚 你当为哑巴开口 为一切孤独的深渊 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 为困苦和穷乏的变区 才得的富人 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她丈夫心里倚靠她 必不缺少利益 她一生使丈夫有意无损 她寻找羊绒和麻 甘心用手做工 她好像商船 从远方运粮来 未到黎明 她就起来 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 将当做的工 分派婢女 她想得田地就买来 用手所得之力 栽种葡萄园 她以能力束腰 使绑壁有力 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力 她的灯 终叶不灭 她手拿碾线杆 手把仿线车 她张手周济困苦人 伸手帮不穷乏人 她不因下雪 为家里的人担心 因为全家都穿着 珠红衣服 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 她的衣服是细麻 和紫色布做的 她丈夫在城门口 与本地的长老同坐 为众人所认识 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 又将腰带卖与商家 能力和威仪 是她的衣服 她想到日后的景况 就喜笑 她开口就发智慧 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她观察家务 并不吃闲饭 她的儿女起来 称她有福 她的丈夫也称赞她 说 才得的女子很多 唯独你超过一切 艳丽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服的 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 必得称赞 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 愿她的工作 在城门口荣耀她 在城门口荣耀她